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 载着咱们那货的车驶入了蕴鸟泽旁的绝灵侠 从新联邦到荆州 一路多少艰难险阻 总算平安到了这地界 却没想到 你给我十个字之内说清楚 不对劲 人 逃命 货 丢了 选这个方法把东西送来荆州 是你定的 老 大汗 咱们蛟龙帮做事 要稳妥利落 也要手脚干净 你自己去把事情结了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无流丧尽天良 这件货 我一定要让你们拿回来 这个流放者 会不会惹出什么事来 学位赶过来也需要时间 我先跟着他 到呜呜呜呜看看吧 总而言之 你们必须把货还给我 要是拿不到货 我就去投资物流总部 请放心 我们巫巫物流一定会负责到底 三个工作日内会给您答复的 三个 要是那东西丢了 磕了碰了 你知不知道 等货物找回后 如果您不满意 我们也会给予赔偿的 我看到您已经为货物申请过保驾了 这方面不用担心 看你态度这么诚恳 无流以前也没出过岔子 我 我就过几天再来拿货 咳咳 无流使命必达 请问您是我们 什么快递要记吗 虽然你不认识我 但我晓得你 漂泊者 你可是青州的大人物咧 而我呢 名字叫做 登登登登 叫登登 是物流小组的组长 你是需要计快递吗 还是说有别的事情需要我 你说那位客户 是我们嗚嗚无流老用户了 看着凶了点 其实挺守规矩的 但是最近 这旁边的怨鸟族好像有些异常的情况 你要是经过那附近也要小心了 嗯 说来话长 那位客户丢了一件标为贵重物品的货物 是我的祖元福磊配送的 前几天 他说在月鸟族看到了奇怪的景象 感觉就像踏进了无音区一样 我知道这件事后也跑去探查过 还在港口打听了一番 但是实际到达那附近后 我并没有看到什么奇怪的现象 只是 只是什么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从月鸟族回来后 我这几天都没有再做过梦了 无无无无流 使命逼答 无无无无流 使命逼答 不好意思 祖元在联络我 请稍等哦 喂 什么 他又去送货了 他的伤害好吗 嗯 拜托你们照顾好他 是我的另一位祖元 他之前配送一个极箭石 过弯太快 车子撞上了路边的石头 医生建议他在家休息 但是他今天还是出门去配送货物了 唉 我还是得去找他一趟 不能让他由着自己的性子应称 本来我想自己再去月鸟族找一次货物 但现在祖元突然出现了意外 如果可以的话 能请你帮我去找找这件货物吗 唉 太好了 我先谢谢你了 angry 咬咬不ится 怎么着呢 呢 肝尾疑 你过来的肝尔 子肝尼 是吧 年纪一病 暴太多 时间但是受了了 快点 没说了 快点 知道 这是活人的肝尿 但是我找到了 先王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再往前一线 就快要到达门的位置了 心之急遇的入口 为什么关闭了 我会想到达门的位置 再说 口头 加剑 灵御兴奋 不许后退 让武继续跳 跳吧 跳吧 我来解决 血体受死 破灭 法相有形 协议 血体受死 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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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你回来了 这里 有无穷无尽的梦涌了进来 那些梦 我不想再做了 我什么也不想记得 但是 我记得一些和你有关的事 那个人跟我说 你是唯一有可能 让这里恢复正常的人 再见 侄营者 希望你 永远保持清醒 新知己欲中 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景象 先四处调查一下 了解清楚情况吧 这是 一张货运清单 填报人这一栏写的是福磊 清单上有无函 应该是被遗弃在这里的 跟随风的帮象 这些石头中间有一块碎片 看起来像是污污流快递箱的残片 这应该就是福磊弄丢货物的地方 但快递箱究竟在哪里 东东 他好像在被残像追赶 交给我吧 让你猜报 找到 de 不 这 不 你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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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咆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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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找回来 要看望受伤的组员,替他送完加级订单 得给新组员办个欢迎会,然后 自己的工作也不能落下 还有蛮多事,必须征分多秒才行 看来他听不到我说话 糟糕,他好像遇到了危险 交给我吧,合光神医 已知忠实 遗光之际 遗光之际 请要犹豫 交给我吧,回声,与此共鸣 破产百充 遗光之际 伤心回数 合光神医 回声,与此共鸣 合光神医 回声,与此共鸣 合光神医 回声,与此共鸣 一致忠实 保护 离之忠实 伏蕾说他就是在这附近搞丢货物的 找找看吧 是伏蕾的货运清单 清单变得好邋遢 看不清这件货物写的是帽子了 这块碎片是快递箱上的金属片 你赶紧找到货物 确认它有没有被摔坏 但是到底又在哪里了 再去前面找找看吧 啊 朱莉也没有 怎么冒出了这么多残像 不能跟他们浪费时间了 我还要找东西呢 终于逃出来了 不过 为什么那些财象没追过来 不纠结了 还是想想组员们的事情吧 首先 必须要把货物找回来 接着要看望受伤的唐唐 替他送完加级订单 还得给新组员办个欢迎会 自己的工作也不能落下 还有蛮多事 必须争分夺秒才行 大家很需要我 我作为组长一定要帮到他们 我作为组长一定要帮到他们 猪猪 该醒了嘞 等着等 咳咳咳 救救 保护回响 哟 Hola SERCIE FIL 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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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g 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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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远了 先去看看他吧 傅磊的货物 晚点再回去找 哦 怎么这里也有残像 那唐他在哪里 难道是 啾啾 该醒了嘞 不容之间 尽力道 别有容误水 小心 等着到 指揪 打倒坏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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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光之击 叽叽 请命到 回收 与此共鸣 使命必达 终于找到你了 找到我 你不是受伤了吗 我一直在找你 一点轻伤 我休息了一会就好了 你非说要来看我 我担心你遇到残像 所以到处再找你 那你的假计订单 我来帮你送吧 不用担心 那个订单的地址不远 我等会儿就去送 可是你刚刚才受过伤 还是得多休息休息 我去吧 真不用 我自己去就行 而且组长 你还有很多事要做吧 我送完极箭 也来一起帮忙 可是 我是你的组长 应该是我帮你们的忙才对 哪有这样的规矩 我可不愿意累坏你 唐唐 那就这么说好了 组长你先忙 我送完货就来找你 嗯 好嘞 谢谢你 唐唐 还有 谢谢你 漂泊着 我可以帮你 我看你了,我和你一遍 你也在我的夢裡 我夢見左援們需要我的幫助 我一直被拦在尋找他們的路上 他們需要我 但我要么到達不了他們面前 要么到達不了他們面前 如果我無法幫助他們 萬一他們再也不需要我了怎麼辦 後來我也不記得具體發生了什麼 但我感覺到是你在幫助我 你讓我成功來到了一位組員的面前 而他讓我明白 我和他們的關係 其實從來都不是靠單方面的付出為系的 他們也會想要幫助我 我想,也許是這些念頭 帶我離開了那個噩夢 謝謝你讓我知道了這些 沒事吧 謝謝你 喵 能說一點,但不多喵 心之急欲,侵入現實 我的權限,失去了喵 其他地區出現大門 進入其中 多回權限 懂得都懂,懂了就好 不能再說 能量不足 阻止災難 拜託了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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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燈之前提到 他來過這附近後 就沒有再做過夢了 還有剛才車廂裡的燈燈 看來異變後的心之急欲 可能會將人的一部分意識困在夢境中 如果異變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 恐怕被困住的不會只有燈燈一個人 繼續探索看看吧 如果燈燈的噩夢 是夥伴的疏離 其他人的又會是什麼呢 Pu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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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之大使 不知道您对下一句话 话什么可有想法 这一事可脱不得 我也是替您的收入着想 话诗没有话作 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要我说 要不就画东芝花鸟图吧 哲之大使 买您的画的客户 都是我精挑细选 一个个找来的 要说谁最了解他们的喜好 我说第二 绝对没人敢说第一 他们呀 就对这东芝花鸟图感兴趣 相信我 您就画这个 保准卖出高价 好好 哲之大使 您慢慢画不着急 我等着您的消息 出去走走吧 也许会有新的灵感 这个地方是 好美的景色 应当用笔把它留下 到前面 这个位置的视野很好 很适合拟定 张法不及 笔波青鸾 隐恒窗 千言万鹤 梦中掌 构图 应该没有问题了 但感觉 好像缺了些什么 等会儿再走近一些 去仔细观察一下 山石树木的纹理吧 前面那个地方 应该可以看清 树木和山岩的构造 水灯花 云露 珍珠草 精灵子 这些植物 恰恰是一拿来 中和着山石的苍梁之色 没想到这样的景色里 也会有残像出现 花鸟 虫鱼 飞锦角上 就用它们来点缀这画上的意语 好痛 子梅 化妆意 有 有危险 有危险 这些岩石和树木的纹路 我明白了 有了这幅出稿 就可以拿去给经纪人看了 折之大事 您手头的话 不知道情况如何了 好好好 让我看看 这 这是什么 不是 这只大事 您要清楚自己的身份 您可是大师啊 当然要用最成熟的作品示人 您的东芝花鸟图 已经在行里拍出了天价 得到了整个市场的认可 您只需要画一幅一模一样的画给我就行了 我一定帮您卖出高价 不是我可以贬低您 但现状就是 您不是那种画什么都有人买的画家 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几个喜欢您画的客户 画是需要观众的 他们的心声你得听啊 您今晚专心复刻 我是说专心创作 我就不打扰了 我明天再来拿画 不要折腾什么心灵感 心思路了 再画一幅东芝花鸟图吧 折之大师 今晚 必须再画一幅东芝花鸟图了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话吗 就知 与此共鸣 抱歉 你真正想画的东西是什么 你还记不记得 经纪人口中的东芝花鸟图 你曾经是如何画下它了 我在冰天雪地里 看见了枝头花蕾出战 引得飞鸟详解 它也曾是你全新投入的作品 所以 我真正想创作的作品 其中的心意 一定有人能看到 画剧金线 过去 哦 小心你的判 小心你的画笔 相信你自己 相信我的 画笔 迷光之际 远色误解 一波青鸾引航窗 千言万赫梦终掌 福尘洗尽千华梦 陛下烟霞自此望 五维画中印 蛇之巨鸟是东芝画鸟图中的吗 我都说了 客户们只需要那幅被市场认可了的话 随世人非 折之大师你真是执迷不悟 卖不出好价的话 没有任何意义 我是画师 不是画笔 是一 难道 在梦里,我一直构思着一幅新的画作,他们只让我复刻我过去已经成功的作品,把我当,但你告诉我说,我是画师,不是画笔,谢谢你肯定我,就,就我折肢就好,不要加上大师两个字了 干得不错,喵 清理了梦境,我恢复权限,越来越能说,行之急欲喵,加速扩展中,这样子下去,不止月鸟则,全索拉里斯都陷入梦境,进入更多门 梦中解救人,对抗那个人,拜托你了喵 喵 喵 目前看来,像是只有我一人,能够主动进入心之急欲,所以除了白毛以外,其他意外被困在了梦境中的人,就是我在心之急欲中仅有的伙伴,必须继续帮助大家从梦境中脱身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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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白咩的伙伴 去吧 白咩 白咩说 她是最受欢迎的戏剧里的公主 每场表演都会来好多好多的观众 咩 但是 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有一只超级无敌大坏魔王出现了 超级无敌大坏魔王派出超级大怪物 到处袭击魔法王国的居民 大家都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原本热闹的舞台下也没有了观众 就在这个时候 超级厉害的永山安可 决定向超级无敌大坏魔王发起挑战 而超级热爱舞台的白咩也加入了她的队伍 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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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魔法王国里也并不都是友善的伙伴 又有一天,友善可遇见了黑名 去吧,黑名! 从前,我也是魔法王国的居民 但后来,我为了冒险,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 等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所有人都不认识我了,都不陪我玩 你们都不是黑名的好朋友 我要加入大会魔王,和他一起搞破坏 啊,你真的愿意当我的好朋友,陪我一起玩吗? 于是,本来很伤心的冒险家黑名,现在非常感动 他终于又在魔法王国交到了朋友 所以,黑名也决定加入勇士安可的队伍 陪他一起挑战大坏魔王,守护魔法王国 这就是冒险家的精神 这就是冒险家的精神 吞到羊年肚子里 看下一讲的小将联 상 学校与一他一位 打草当 超新啦 脸 勇士安可带领着加入队伍的黑咩白咩踏上了寻找超级无敌大坏魔王的争吵 但是大坏魔王非常狡猾 他派出了超级魔物小队想要阻拦安可 哼哼我们才不会害怕 白咩公主与黑咩冒险家各自施展绝技 想方设法地帮助勇士安可 终于 超级魔物们被我们的超级军团打败了 可是 白咩和黑咩却在战斗中受伤了 别想欺负安可的朋友 别 别扣欺安可 烧起来喽 嘿 股腹拉开 别 别扣欺安可 别扣欺安可 烧起来喽 为了给黑咩和白咩疗伤 勇士安可爬上高高的坡 游过长长的湖 走了好远好远 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布林布林黄金草 好 好 羊蜜快跑 他小心翼翼地摘下它们 噼里巴拉 呼噜哗啦 经过安可的努力 黑咩和白咩的伤被治好了 然后 勇士安可的超级军团 又继续踏上了迎战超级无敌大坏魔王的道路 在那之后 超级无敌大坏魔王依然不死心地派出过许许多多的魔物去阻挡安可 但在安可的带领下 这些魔物全部都被超级军团给击败 超级军团的英勇战绩鼓舞了无数魔法王国的居民 许许多多的人都开始想要加入我们的超级军团 于是 经过勇士安可的层层选拔 军团里新加入了会喷火的猪胎仙女 又加入了能用刀叉把面包切成一百份的灰尔兔 和会用四条凳子腿狂奔的板凳精灵 还有四爷草小姐 扫帚叔叔 说话时总是喷出好多灰的煤炭爷爷 安可的超级军团越来越壮大 成为了一个 超级无敌大大大军团 超级无敌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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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飄起来喽 步步拉开 终于 决战的日子到了 霍尔兔在决战前给每个伙伴都准备了美味的面包 让大家不会饿肚子 而白面则在决战开始前的夜里 给大家排演了一部英勇公主舞台剧 给大家打气 为大家打开 有点 货币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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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战当天 在冒险家黑面的带领下 超级大大大军团绕过了大怪魔王的陷阱 来到了他面前 安可的超级无敌大大大军团 与大怪魔王开始了战斗 四叶草小姐吹起了风 梅太爷爷和竹台仙女点起了火 怪兔兔握着道德苏苏 骑着板凳精灵 向大怪魔王发起了猛攻 大家都非常地厉害 我拉开 再加 烧起来喽 阿可摔倒了 哟 别 别扣起安可 嘗嘗 尝尝安可的厉害 在最后 勇士安可与黑面白面相互配合 发动了最终一击 大怪魔王的阴谋 就这样大失败 安可的超级军团成功守护了魔法王国的和平 你打倒了一个我 还会有千千万万个我站起来 魔法王国永远都需要一个大坏魔王 可你为什么要当大坏魔王呢 以前我做什么都没有人在乎 但自从我成了大坏魔王 所有人都害怕我 可是 你也可以当一个勇士啊 不 我不可以 我没有你那么热情 没有你那么勇敢 也没有你那么多的伙伴 不是啊 勇士不一定要去冒险 也不一定要打败魔王 扫帚叔叔 每天都会打扫一整座城堡 竹台仙女每分钟都在闪闪发亮 在加入我的超级军团之前 他们就已经是勇士了 只要认真的做好一件事 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勇士 你也可以 以后 魔法王国就改名叫勇士王国 到这里 就是完美大结局 大家都过上了快乐的生活 对 下次我要讲一个新的故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明明穿过了出口 为什么依然在心智急遇里 没有看到安柯的身影 难道他已经出去了 搜索一下 这附近有没有出口吧 守门人 他旁边的人是谁 请问这个圣境里的景象是真的吗 你是掌管这里的神明吗 你怎么进来的 我也不清楚 我记得 我本来在参加奶奶的葬礼 我一直守在她的灵鹫旁边 过了不知道多久 然后我就来到了这里 现在想起来 我可能是睡着了 做梦时主观一时意外清除了心智急遇吗 心智急遇是什么 是圣境的一种吗 并不是 但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果然 刚刚我遇见了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女生 她的名字和奶奶一样 她跟我住在同一个镇子里 同样有一帮年纪相仿的朋友 也会约着去山头上抓蜻蜓 唯一不同的是她的镇子东边的古寺 还没被残相朝破坏 她说每年祭祖的时候 全镇人都会到古寺里去 那时候寺里就和追月节一般热闹 她还说 虽然她很喜欢这个镇子 但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去外面看看 我听说 圣境可以留住一个人 甚至一个地方的过去 所以 我看到的景象是真的吗 她就是我的奶奶 对吗 对不起 我不能回答你 那 我还能再来到这里吗 不能 我醒来之后 这一切就消失了吗 我还会记得吗 这一切会被删除 但你的记忆 我没有权限深浅 那就好 谢谢你 神明大人 也许你是看见了我的绝望 才会心软赐予我新的希望 我曾以为 奶奶就只是我的奶奶 她照料着全家人 抚养我长大 她是家里所有人的家长 在镇子口 送别每个子孙 又转头 回到那座老房子里 所以我总是很愧疚 我害怕如果我也离开 那个转身的背影 会愈发沟楼 但是 就在这里我突然发现 奶奶也曾是和我一样的 渴望走出镇子口的人 她告诉我 她要走遍大江南北 她要遇见踏实 但眼里有光的人 她要和这样的人 组建一个家 我很开心我在这个家里 我更开心的是 奶奶也在 以前的我 只看着镇子口 看不见老房子 只看见奶奶眼角的皱纹 却没看见她眼里的光 神明大人 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看见 这场对话发生在过去 面前的 只是他们的虚影 那个黑色的守门人 是他特意让我看到这些的吗 极欲即将删除上一周期数据 请尽快离开 极欲即将删除上一周期数据 请尽快离开 梦境脚踏踏了 先离开这里 好久不见 第一次见面是我就跟你说过 心之急欲的情况并不稳定 当它不稳定的不是我 而是它的规则本身 你觉得心之急欲 是为了什么而建造的 这只是它表面上的功能 但实际上 它还有更深层的目的 在这个灾难肆虐的时期 这样庞大的工厂 自然与悲鸣脱不开关系 它被建造 是因为梦中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一个人 一百人 千万人 无数的梦境中 也许有哪个 便潜藏了对抗悲鸣的钥匙 它不一定是战胜悲鸣的完备策略 即使只是一个契机 一丝灵感 那也值得被记录 它的创造者 与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现在 这并不重要 之后你一定会发现 它们的身份 比对创造者来说 意义非凡的你相比 我只是它们编写的工具 负责替它们删除废料 新知急遇中的空间是有限的 而梦境却无时无刻不再产生 对新知急遇来说 对抵抗悲鸣无意的梦 便是废料 而我 就是创造者 任命地删除无用废料的柜子手 你刚刚也经历了两个梦境 当然 它们和拯救世界毫无关联 那么你呢 你也觉得它们毫无意义吗 是的 那些梦里有很多真正可贵的东西 所以 它们应该被留下 新知急遇里有亿万张门飞 但是和整个索拉里斯比起来 它还是太小 无数人的无数梦 无数回忆 它们需要被留下 需要更大的容器 除了月鸟泽 现在其他地方 也都出现了新知急遇的大门 这些 都是你入侵现实带来的 没错 那些成为容器的现实空间 会消融于梦中 成为新知急遇的一部分 新知急遇中的梦依然有它的意义 你刚才也看见了 那个曾经意外闯入这里的少女 从这篇梦境中获得的东西 你亲手消除过他人的美梦与回忆吗 急遇即将删除上一周期数据 请尽快离开 急遇即将删除上一周期数据 请尽快离开 这样的事情 我重复做了千百年 做了无数次 我和那些梦版之商没有区别 但我却在毁灭它们 你不用当宰客他人的刽子手 自然不会理解我 你死不止不了我的 这里的梦境也要崩塌了 先解决这些敌人 离开这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准备好听我的新故事了吗 故事的开头是这样子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云朵王国 王国里有一个名叫安可的 了不起的勇者 他先是遇到了漂泊者 又遇到了旅行家黑面 再遇到了王子白面 然后遇到了好多好多伙伴 最后和伙伴们一起打败了 哇啦啦啦乌鱼魔王 是不是很精彩 我最喜欢和伙伴们一起冒险的故事 下次有新故事时 我再将给你听吧 是你 喵 那个人 醒了 喵 大黑猫 很可怕 又限制我力量 加油啊 指引者 我必须 休息了 白猫的情况 反而比上次还要差了 听黑色手门人的意思 梦青正在加速向现实渗闹 必须阻止更进一步的危险出现 大黑猫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拿身伪装的衣服呢 先切断前面这个营地的通讯 让他们没办法联系上其他成员 有了这身衣服就可以了 那就是青婆邦的老巢 先找个隐蔽的位置进行伪装吧 就是这个的 得尽快交回治安数据 之后路上也可能会遇上青婆邦 暂时先穿着这身衣服吧 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东西 最近有情报说 附近的流放者在暗中进行非法交易 你把箱子打开 我们要进行审查 这份资料必须亲手交给赤福音 绝不能在这里被他们拦住 其实我是来自首的 帮里做的那些勾当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这个东西是我们帮派的重要把柄 我想亲自交到治安署去 你们如果不放心 可以派个人跟着我 这样 有自首的想法是好事 我跟着这个流放者回治安署 你们其他人先继续巡逻吧 刚才是 这些寻味怎么突然倒下了 这些寻味看起来没有受伤 只是暂时晕过去了 这些人应该马上就会醒来 先去把资料交给赤福音吧 但是 这个地方有些不必见 之后 需要多加留意 我不是说过不要直接来找我吗 路上出现了些插曲 事情有异常 这些资料 现在直接交给你更安全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为了拿到这个打伤了巡位 我从来没有给过你这种任务 你收到的通讯是假的 你现在连任务的真假都分不清了吗 你真让我失望 是有人冒充他给我发布任务 还是情报本身就是假的 比起失望 不如让我继续查清这件事 我不会让他就这样过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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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终于来了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曾经你是鬼魂护主会的成员 但你背叛了我 我想问问 现在的你究竟是谁 巡卫里没人认识你 他们只觉得你是打伤了巡卫的犯人 李宗盛 你不是巡卫 你永远都不会是 我想问问 现在的你究竟是谁 唯一知道你这个身体里 你再也我想问问 现在的你 是的 李宗盛 是的 你既不是巡卫 也不再是护主会的成员 没人会认可你的身份 你的价值 你什么也不是 我 谁也不是 李宗盛 有一个记忆 你需要潜入青铜 记住 怎么回事 那个人 是我 他还在继续完成任务 必须先阻止他 再彻底查清这背后的真相 殷琳,不要冲动 不,这个任务没有问题 那是因为赤福英才是内鬼 殷琳,你没有做错任何事 不,你看出来了,但不是在这里 你把一切都看穿了 你帮治安署抓出了内鬼 并成功阻止了青驼帮的交易 当然,也从没有打伤过学位 你没看错过任何事,任何人 你只是太害怕自己会错 所以才会梦见这些 你是我见过最清醒的人之一 你一人独行,却未曾骗一股轨道 你再想想那个问题 你,究竟是谁 你没有身份,殷琳 你对任何人而言都没有价值 不必浪费口舌的影视 你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本性 就别怕 不用守在这里 打架 LosVERSERni 差不多该结束了 你 Что manuscripts 闪vis 玄丝要邪魔了 我 kır viele 魂 何光屏面 把门干脆敞了 你不是我的同伴 你也不是职位女人 你辜负了所有人对你的诫人 不知道我是谁 也看见了我真正要走的 变成灰烬吧 别眨眼哦 好 差不多该结束了 给你上一球吧 生 消失吧 回收 与此共通 玄丝 要谢幕了 我才是你的愿望 宣斯 我们上 宣斯 我们上 我 也会在意是否有人真正信任我 可比起他人的肯定 我是否一直走在践行正义的道路上 这件事对我而言更为重要 在我怀疑自己的时候 你告诉我 我把一切都做得很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像 被信任的感觉也不坏 快来看看我们啊 我越来越强大 和那个人抗衡 并非没有可能 等你下次回来 我能正常说话 总之 拜托你了 最近睡了太多 这是最后一次 我不是真的吗 你 你 你 没事吧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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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趣 看这里的光景 像是过去的红镇 你 记得这一年 红镇上出过一桩棋案 一对父母家中唯一的孩子失踪 众人踏遍了承啸山 也无人见过那个孩子的生命 你 拜托你 帮我们找回我的孩子吧 前天中午 我们三口围在一起吃饭 吃完饭我去山上的泉沿打水 等回到家 阿静就不见了 阿静跟我的妻子说 她出门去找完伴了 但那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已经两天没吃过东西 没合过眼了 阿静啊 你到底在哪里啊 阿静 你快回来吧 阿静 有的 阿静最近的性格变得有些内向 更喜欢在家里玩 但她那天特地说要出门玩后 我去问过与她相处的玩伴 他们说 最近都没有见过阿静 找不到阿静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вопрос 可是我们这里不会被困難 你自己选择 我真的没有人 如果你们在个人 是 Jakarta 会用进来 追극 将确 你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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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他 那是 untuk你的自然 你自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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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需担忧 神异不死 从姑姑坠地到芽芽血雨 孩子小时候每一岁的物品 都悉心保存在了这里 但唯独孩子现今穿的衣物里 少了一套家中穿的寝衣 答案已昭然若揭 但这题面 还需仔细争别 来扯不上呢 忍死神智 忍死无需等我 忍死神智 北道军行 忍死神智 来扯不上呢 都给大家开始 祝你欣赴 赴来扯不上 你找到阿靖了吗 你是不是知道阿靖在哪儿了 那求求你快告诉我 什么 不 阿靖 究竟是谁 又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你是怎么动 太早还不够 来者不胜啊 好 还准备了后手 可惜 你们走不出这风流之境 家子 人 忍死神志 心眼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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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死神志 你 是不是 我 就 都 你 尔子 走 你见到我好像并不青阳 你怎么知道阿静已经遇害了 一个孩童 不会在这种世界穿着单薄的起衣出门 你既知道失踪爱是假象 还知道他的父母是残星会假冒 这些你全都知道 你也清楚自己正在梦中 对吗 那你为什么不试着正通梦境 假吃不颠 静观其变 在梦中有个清醒的人 这对敌人来说麻烦更大 不是吗 不惜把自己当成棋子 果然是你的风格 我现在很需要你 常理 单狂行命 你 斗 与此共银 转圆重放 变成神智 彼火 天晶 不需抵征 不断终身 与此共银 斗入关火 仁慎神智 谁才是烦龙吃鸟呢 心灵中神 神灵中神 神灵中神 与此共银 三皇行令 好 你到今行 斗射神智 神灵中神 神灵中神 谁才是烦龙吃鸟呢 心灵中神 神灵中神 神灵中 以致忠实 大梦相学 动用关火 离火 凭轻 相当地狀 漂泊者 你还想听当年那个案子吗 当年 残星会在深夜下手 杀害了阿静他们一枪 等心仪察觉到异常时 两名残星会成员 已经偷梁换柱 假扮成了阿静的父母 在城啸山生活 那时 心仪没有第一时间揭穿他们 而是欲擒故纵 半月之后 残星会终于按耐不住 他们制造了这起失踪案 企图以搜寻阿静的名义 正大光明地 调查城啸山的密地 心仪这才行动 将目的败露的二人 连同当时渗入红阵的 残星会小队 一网打尽 不必谦虚 你做事的考量 也很是高明 我虽不知此分对手是何人 但既然你需要我援手 我自当竭尽全力 我已经可以好好说话了 我已经可以好好说话了 总之 现在只差最后一个记忆区了 等你将最后一个人 从梦境中解救出来 我和那个黑色的家伙 对心之急欲的控制权 就会持平 到那个时候 就向他发起总共 不要真把我当成猫啊 这里是梦 还是现实 如果是梦 说不定能看到些有意思的东西 哎呀 那个人也到我的梦里来了 要乖乖等我 哼 真美妙 是烟我的机会 哈哈哈哈 是想和人家玩捉迷草 很好 经过忍耐和等待获得的果实 滋味才是最甜的 的 抓住你了 能和你尽情玩耍的时间可不多 别再让我等待了 真 真 愛世的傢伙這麼多 黑海岸總是給我些無聊的任務 這種東西 怎麼能滿足我 你 要消失了 無聊無聊 我討厭無聊 小恩 哈哈哈 啊 一種 哈哈哈 我總想著 得給自己找點樂子才行 強蕩而無趣 這樣的傢伙也不少 和他們交手伐尾級了 能讓我重新燃起興趣呢 只有你 令人興奮 啊 是你 不 不可能是你 我記得啊 你的刀刃 劃過空氣時顫動的頻率 強大 美麗 令人沉醉 啊 多好痛 不 我 絕不會運走 絕不會運走 那是 初恩 他好像需要我的幫助 必須盡快到達他那裡 必須盡快到達他那裡 勝負一定 啊 交給我吧 速度不夠快 我 我鎖對心 不再猶豫 我鎖而去 我鎖那裡 我鎖去 從随形而來 自立而去 交给我吧 还需要再快一点 从未暴灭 起开眉幕 交给我吧 一而去 我顺心 暴使冷静 最后的机会 是你 果然 我猜的没错 那不可能是你 你 总是能向我展现预期外的力量 好吧 你的确是我最心爱的种子 我们还要有无数次交谈 无数回较量 无数场狩猎 这算是妖情吗 我很心动啊 你最心动的事 你最心动的事 那是否是你 你最心动的事 叫你再来 那么你 如果你真的被我杀掉的话 因为这是和你有关的事啊 但你解决过那么多强大的敌人 没人能轻易地让你消失 除非你自己选择这么做 不过不重要 人家也不会试图控制你的想法 你的潜力你的野心你的理想 这些都是我喜欢的部分 但我最喜欢的 还是你说这些话时看着我的眼神 也许有一天 我会从这个世界偷走你 逃到没人能找到的地方 你回来了 终于来到这一刻了 我 还有你从新之急遇中救出的大家 都已经做好准备了 等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去找那个黑色的家伙算账 修正新之急遇 阻止他犯下更大的错误 准备万全 现在就是决战的时候了 向大魔王发起挑战 这个任务该写幕呢 要是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我一定会努力去做的 结束这一局吧 和你共舞的游戏 我已经等不及了 我们的口号是 无无无无 使命必打 还不是这个 是拯救世界 耶 新之急遇里有亿万张门飞 但是和整个索拉里斯比起来 它还是太小 无数人的无数梦 无数回忆 他们需要被留下 需要更大的容器 你是不是治不了瓦丹 交给我吧 你们完全不懂梦的信息 随行而来 起开没梦 我把射到 你终于不死 你不脅迷 人気 就死了 既你不不死 你们射手 要是 我遇到 你不得 无能 我遇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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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生死我了 先坐他吧 啊 你死死 該出場了 這 來 走開 再來一次 嗯 快到了 再見 嗯 長長 可得厲害 玄思 要謝幕了 終於 貫穿慈夢 結束他們 從未暴滅 而去 只會兩時 我能感受到大家的死訊 有此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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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把他们留在这里 我们才能够永恒 就自说是 剩下的意 随意而去 剩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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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 再来一次 好歇好歹 让我继续削 削枪 打倒回答 夜双 终将少女回答 话语 千叶万劣 身体回忆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猪肺削枪再次 十分西高重行 别急 找着时间 and Nimi I 为我所用 却是宝贯 让我继续跳 舅舅 保护回哨 话语 殲灭万绿 也许 终将将你怀中 从未碰灭 一而去 从未碰灭 消失 我再 抽水尸击 崽子 我再 收拾合一 满 游戏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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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 没有医兴 浮合 小柠 游戏尽 游戏尽 游户 啊 o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这是一场梦的话,很多事就没有真正发生过。嗯,是有些可惜。但是我相信,我的组员们都是很好的人。 在这里说过的话,我们在醒来后也会对彼此说的吧?我们依旧会是好朋友。 谢谢你。 你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底气。那么,咱们梦醒世界。 冒险完成啦! 这次的故事里,是勇士一起战胜了黑猫魔王。 有安可勇士、黑面勇士、白面勇士、白猫勇士、漂泊者。 那当然,大家都是勇士。在更加危险的葡萄王国里,冒险还会继续。好。 嗯,下次,是不是可以考虑让白猫来当魔王呢? 。 多亏有你。 多亏有你,我才能完成那幅画。 但是,我有时并不坚定。不论作画的内容是什么,情主了情感,才能让它有生命。 在我真心想要画下些花山居图时,我能够感受到所灰之物的灵魂。 你的提醒,让我坚定地抓住了这些瞬间。 说不定,现实里我的笔下,还能留住更多的东西。 醒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看我的画吗? 我,我会等你的。 你…… 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 因为梦里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 但在外面,还有更多的罪恶隐匿在黑暗中。 现在这个地方,唯一能让我在意的,可能是我在梦中犯错时,能让我感觉到心安的你。 不过,也许只是错觉。 因为,毕竟清醒时,我不会犯错。 这个…… 就看你以后,能不能抓到我的破绽了。 …… …… 飄泊者,你覺得夢是何物? 此前我能通過觀察,意識到自己身處夢中,進而知想夢境的真相。 我在想,失去了記憶的你,身處我所在的現實時,是否也如入夢一般? 若關於反三,你說不定也能推斷出那所謂現實的全貌? 全當是我的推測,不必如此當真。 只是我初入夢境,置身紅震時,那感受確然與失憶如出一轍。 我只知面前是紅震,卻不知自己從何來此,又是為何而來? 你在雲林谷醒來時,應當也是如此。 往後,兴許你可以多留意周圍的蛛絲馬跡,若能對你有所注意,也不枉此番,大夢一場。 你又要離開了? 我倒覺得,繼續待在這裡也不錯。 你想,我們可以無止境地狩獵彼此,和對方交訪。 那就不要醒了。 只要你不醒來,夢和現實就沒有什麼區別。 好吧,真是可惜。 不過, 現實中的你,會給我帶來更多驚喜吧? 那樣也很不錯。 這樣一來,事情就告一段落了。 他只是暫時失去了對心之急欲的控制權。 但用不了多久, 我們的力量又會回到持平狀態。 你放心吧,我會好好看著他的。 如果實在搞不定的話, 這不是還有你嗎? 話說回來, 你是不是還有問題想要問我? 他的創造者不一定是這一個人, 但具體是怎樣的存在? 我現在不能回答這個問題。 阻止我回答這個問題的人就是你, 或者說是曾經的你。 當你知道自己阻止我的原因時, 你也將知曉創造者的身份。 現在我能告訴你的只有, 你是馳飲者, 是索拉里斯上唯一能主動進入星之急欲的人。 你對這扇門妻, 對我, 以及對那個黑色的傢伙, 擁有管轄權。 所以, 也只有你能看到這扇門, 以及它帶來的一切異狀。 話說回來, 你是不是還有問題想要問我? 這是星之急欲入侵現實帶來的異常。 之前, 那個黑色的傢伙關閉了星之急欲的篩選與清除功能。 急欲開始不加選擇地複製索拉里斯的一切夢境。 並且, 它還在各地開啟了更多的門妃, 試圖將現實納入星之急欲, 來留存下這些夢。 你所經歷的, 便是被意外卷入了星之急欲中的人的夢境。 你對於這些記憶區擁有最終的管轄權, 所以, 只有你能幫助他們從噩夢中脫身。 話說回來, 你是不是還有問題? 那些意外被卷入夢境的人醒來後, 會忘掉這些經歷。 僅會在心裏留下一些朦朧的情緒。 這一切, 就像是一場真正的夢吧。 我終於可以回到門裡了。 而你, 也該起床了嗎? 東東, 列車旁邊好像有什麼東西? Buddy Lee 裴送agen識, 弗壘※ 原來貨物是釣在了這裡。 為什麽之前從沒發現過, 引起司去找登登吧。 真美妙是猎物的忌略 破灭了 渡过了这么久了 这些能货 这位客户 麻烦你再等一等 漂泊者 客户你看 你的货物送来了 我看看 这包裹怎么磕坏了 要是里面的东西坏了 我是不会牵手的 快递箱的确有缺损 对不起 我们会赔偿的 这不是赔偿的问题 我之前就是想碰碰运气 能把东西完整地找回来 你知不知道 这里面的是 漂泊者 老大 你怎么来了 我正在和他们 安静 东西没问题 不用赔付 快递费我们也照付 你是一个人进入绝林侠 拿回了这个箱子的吗 我是蛟龙帮的帮主 天狐 我早就听过你的名字 北洛野那一战后 野外变得安全了不少 我们帮派的生意也更好做了 如今正是蛟龙帮发展的黄金时期 我们正在广纳闲赛 既然货物没问题 污污物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何况 我更乐意由此结识 你这样有价值的人 他日 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合作 蛟龙帮 永远对强者敞开大门 等等我 老大 你怎么总是 话说到一半就走 闭嘴 得展现出咱们帮派的风度 才能吸引人才加入 不要走渣渣呼呼的 好像没事了 总之 总算把这个麻烦的订单给解决了 这次真的超级超级感谢你啊 你怎么一附陷入沉思的样子 具体是什么东西呢 是什么呀 我从没听说过嘞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嘛 看来白猫说的是真的 除了我 没人能看到这些东西 哦 对了 告诉你一件让我特别开心的事 昨天晚上 我终于又做梦了 我也记不清楚了 但应该是很开心的梦 我的组员们好像也做了类似的梦 说不定 在梦里 我跟大家都成为了很好很好的朋友 我也觉得 毕竟我可是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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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组长 哎呀 不能再聊了 刚有个极箭到了这个物流点 我先把报酬交给你 这次的事情真的非常感谢你 要是你有机会到我老家越州去的话 我肯定用村里的特长好好招待你 无无无流 使命必达 无无无流 使命必达 真的得要去送货了 咱们下次有空再聊天吧 拜拜 好 呦 给她打散 该说 应该是 不可以 在我等于 这趟 我